本席想要跟你來探討一下 現行的政府採購法明定 由履約爭議的時候採先調解或仲裁的一個程序 但是僅限於工程採購案的適用 所以委員們提出的一個修正 因課集到技術服務或是勞務採購的案件 主任你的看法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這是公平的 因為不是只有工程施工的部分 我們的工程技術軍機構 我們的建築師還有我們所有技師 在做技術服務的時候 也是會跟政府機關有爭議 所以這個部分他從整個公共工程的執行的話 所以這個部分要放進去 這樣會對這些技術服務單位 一個合理跟政府談判的申訴解決的機制 所以我們贊成應該要這樣做 工程在採購有理約爭議的時候 無論是進入調解或是仲裁的程序 因為工程類屬於硬體 比較容易有客觀的一個判斷的標準 未來如果將勞務採購納日在判斷的標準上 主委認為會不會有執行或認定上的困難 有時候你們在執行的時候 這個沒有問題 從專業上可以去認定 那極肉真的是進入我們的申訴會 我們專家委員也有能力去判定 因為實際上很多技術服務的工作在執行 特別是監罩的話 常常有時候是因為營罩廠的關係 結果把責任也都推到 我們的設計跟監罩上面 所以這個要整體來看 如果來處理這個事情沒有問題 我們工程會每個月都會去 集合監督各機關辦理的採購案 那每年大約可以查300多件的案子 所以我要請問主委 發現機關辦理的採購案 有瑕疵或重大錯誤的時候 工程會要如何來處理 相關人員會不會受到懲處 跟委員報告 我們會看這個案件的性質 如果是行政上面的問題的話 我們會含之各個機關 請他們改善回報 如果牽涉到可能有法律的問題 或者是貪腐的問題的話 我們會送給檢調單位來調查 所以按照這兩個程序來處理 工程會如果發現有些比較特別的一個錯誤 譬如說規避法規 將案件化整為零 非透視或計額採購 卻規定特定的資格 也就是綁標 或者是評定最有立標的方式 違法等等 工程會還會不會繼續深入追蹤 或是將相關案件直接移送給調查單位 有時候你們好像直接移送給調查單位 證供單位 好像你們的責任就了 應該你們要繼續追蹤 你們有繼續追蹤 跟委員報告 我們應該要繼續追蹤 那當然因為有些事情進入司法神器跟調查 他拖的時間會比較久 但這個部分我們現在有在做整體的這個調查跟分析 包括中央機關跟地方機關的部分 本席現在請教你一下 目前台鐵現在傳出的弊端的案子 過去有沒有被工程會積查發現 這個案子 或是檢調單位直接 這個部分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關於這個 這個問題你們是監督機關的 我們有發言給他 現在讓你證明一下 到底這個案子繞得會會洋洋 等於是有兩位副局長涉案 其中一位還在收押 所以像滾雪球越滾越大 那我不知道你是指管機關 那你們集合監督當中 有沒有讓你們產生懷疑的地方 你們曾經糾正或是追蹤了解 有沒有這方面的集體事證 好跟委員報告 那因為前面有的部分喝花酒的問題 這是紀律的問題 但是後面這個部分 我們有提到這個是轉包 所以有發言給整個交通部 說這個案件是轉包 所以這個部分 我知道是爆發前爆發後 爆發前就提了 你們就有這些動作 對對對我們在一百年的時候 十月吧 七年我們七年的時候就發函了 請他們糾正 調查 那有沒有移送檢調單位 沒有沒有沒有移送檢調單位 這個案子 所以說 因為這個部分 也要請主辦機關去確定 到底有沒有就是明確 把這個我們提出來的這個 轉包的這個事情 要把它明確 對 是 因為時間的關係 本期提供給你做參考 是 因為這些公共工程方面 你們最高的一個監督單位 是 那往往不要說到爆發出來的時候 已經腐蝕了 連根都快要爛掉 是 有時候在你們的監督的前責之內 也可以彎萬為了 是 謝謝 謝謝主委